你们是否相信18岁之前的我 没坐过飞机 没坐过高铁 但是19岁的我通过努力 成功站在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 大家好 我叫鲁静怡 来自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当时就是中考 就是考的分数就是没达到 就是我想上那个高中的建党线 我就是私立高中我想上 然后刚好就是我那个好朋友 就是经过我初中班主任 他那个推荐 就是来到就是这个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就是这个学技术 有一个认识的人 就是陪在一块 可能会就是稍微心里就是有点底 所以当时他就拉着我一块 就来到这个学校上学 因为初中化学底子稍微好一点 然后当时班主任就是看我成绩稍微好点 然后就替我报名 然后我就也是成功 就是入选了我们学校 就是建立的这个陪伍班 后来我们学校就是选拔这个 就是校梯队的时候 然后我就积极地报名 然后就是成功误选这个梯队 到后面就是一直训练 然后包括参加比赛 在就是法国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是主要考了六个模块 分别就是有机合成 然后话语分析 光头分析 电话语分析里面的两个 然后再加一个就是电用 电用的话它是跟咱们医学研究相关的 跟就是之前就是我在国内训练的时候 就稍微不一样的 在我就是抵达法国之后 首先是就是陌生的就是面孔 然后陌生的语言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在就是正常的一些交流上 可能稍微有点困难 因为语言不通 裁判就是也都是说英文 我在就是正常就是跟裁判交流 就是稍微有点困难 如果是叫翻译老师的话 可能浪费的时间比较长 当时就是为了并远这个情况 就是我就是我需要找一个东西 我就拿着试卷 就是给裁判老师 我说就是我要这个 就是这个直接指 然后让他带我去找 就是我不会说的 我就张嘴就直接指 在赛场上要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争取不浪费时间 我们在工作分析 当时我们在参观赛场的时候 他就是桌子上什么也没放 就是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项目 就是还是没有底气 然后等到下午 就正式开始做的时候拿到题 然后就是也是思考了很久 因为他就是一些操作 可能跟就是国内 就是自己原来操作的那些步骤啊什么 都不太一样 我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是我的就是教练都跟我说 就是有什么事 就是在开始之后 你都不要想 想着你这个实验 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做 在实验开始之后 就不用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就是就是沉浸于自己的实验中 就是我获得这个成绩 就是努力应该更多吧 不可能就是每个人 就是努力之后拿到这个成绩 就一定是你天赋就是占得多 最重要的还是要努力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训练的话 基本上都是日复一日 就是这种操作都在重复的进行 就是非常枯燥 所以就是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也是一种努力 这一路走来 我想对之前的自己说 就是不要因为一次的受挫 而否定自己 只有付出才有回报 只有坚持才会有收获 到达成功的路 有一路的艰辛和困难 只有克服了这些困难 熬住了训练的枯燥 那么你一定就能成功 接下来就是为了提升自己 也会在就是语言方面加强学习 然后呢在知识方面呢 也会进行就是理论体系的一个补充 让自己能走更远 我未来的规划是想留在学校 就是辅助我的主教练们 来教下一届的选手和学历学院们 让他们也走技能成台 技能报国的路 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 然后也会达到就是不同的人生巅峰 不管你是上大学 还是进行技能的学习 我相信只要你有一技之长 就能动天下 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 描绘自己的精彩人生